哎呀 很是开心呀 很是开心呀 没有入坑的 吴老板今天没有入坑的 这个一体台盆呢 做起来是蛮蛮好看的 客户在网上买它打的折吧 好像是1K多一点点 2K不到 就是我们在外观的贴砖的时候嘛 这个台盆是90公分 是90公分 我们预留呢是90.7 然后这边做了之后呢 比较着急就是把这个机载变荒了 这个铝合金的门 给它装好了 然后这边线条宽了嘛 这个宽了有一公分左右 哎呦 生怕这个在这个空间中 在这个空间中啊 进不去 哎呀 还好还好 今天装柜门的师傅过来之后 装这个柜子的师傅过来之后 这个柜子师傅呢 今天还留了个小插曲 他以前也是做项目经理出生的 在上海做了十年的项目经理 没赚到钱 他说做项目经理也烦 还亏钱 他说倒不是做这个安装吗 的确啊 曾做 其实啊 有时候做项目经理 或者是做专业老板出生的 都是 都是人才 都是 佼佼子 为什么这么讲呢 他过来安装的时候 他很注意 然后从这个位置啊 给它卡进去了 正好卡进去 我生怕卡不进去 如果要说 卡不进去的话 我这个门套我就要拆掉了 这个门套要一拆 我这个东西是整体套版的 全部就坏掉了 那这个我乌鲁板 我可能我就要赔掉 500块钱 肯定是要赔的 而且人家还不愿意干 还讲好话 叫材料上来搞 但是还好啊 给我省钱了啊 然后这个盆子啊 也正好呢 斜的给它放过来之后啊 然后随便放进去之后 放进去 所以这个台盆装好之后啊 我是非常的开心啊 非常的开心啊 所以有时候 特别有时候 我在做装修吧 有时候 专修里面细节实在是太多了 你只要一步啊 有时候没注意的话 并不是说 你们业主有时候装修在踩坑 其实我们做装修老板呢 也经常在踩坑啊 我们踩过的坑之后 都是我都是有费用搭进去的 从我的利润里面赔进去的 然后后期 在有客户在找我的时候 我会把这些建议给到你 对吧 让你很好的去避坑 所以有时候 客户在选择我们在做装修 选择我老板在做装修的时候 我们的作用就是 帮你客户有时候在做的时候 避免一些 帮提供一些好的服务和建议 这是我认为啊 这是我们的价值所在啊 我们赚起利润的价值点所在 第一个配配好的工人 第二个就是把握细节 帮客户呢扫入坑 这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 我非常开心啊 非常开心 而且这个台盆装写了之后 还有跟大家说一个点啊 特别是台盆啊 像这个一体的盆啊 这个盆面啊 一定要买好的 如果你买的不好的话 时间久了 现在这个东西就容易发红啊 你洗脸的时候啊 就容易这个东西渗到这上面去 藏红纳垢啊 所以在买的时候 尽量这个盆啊 面子一定要买好的啊 还有这周围的缩边胶啊 客户特地没让这个师傅打他的寿命胶啊 他自己买的寿命胶啊 那个下次找人来打 这样呢防止啊 这周围啊 发霉 这是装台盆的两个细节点啊 两个细节点啊 今天的工艺就分享到这 如果说啊 觉得我吴老板还不错的话 我是在上海做装修的 帮我多点点赞啊 点点关注啊 以后呢 有装修需求的话啊 可以找我啊 那这 我就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